大家好,今天是12月16日星期四的收市之后 恒生指数今天大部分时间都下跌 在收市的时候倒升近100点 不过市况未稳 尤其是好像在礼拜三的时候 都还有一些中美之间的作力事件 包括生物科技股 很可能被美国的商务部 立入一些制裁名单 虽然个别的股份今天反弹是有一定幅度 但是对比起在星期三的一个大阴烛下跌 其实仍然是一个在技术上面处于身怀六甲代变 未曾可以称得上脱险 而且在七月到现在为止 他跟大家提醒过很多次 在弱的市况势头 选股一定要选择是符合国策的 而不要是不符国策 或者是有政策阴霾的一些板块 因此建议大家继续对市 对到生物科技股 仍然是抱持住一个审慎 和随时走的态度 至于符合国策的板块 当然是要继续看电力股 在这里都几次和大家去建议 推介过一些电力的股份 包括836华润电力 而煤电联动 也是令大家可以遇上到 电之后就炒煤炭股 今天煤炭股的表现很出色 演奏煤升了超过两成 追落后可以留意1088中国实话 煤电联动之后 炒到煤炭 很可能要看煤飞色舞 看看有色金属的板块 看看有成交跟进的时候 才去部署